从前几个月就听说放言的惊醒要翻拍这事了 确定的消息出来后立刻登上了热搜第一 大家都在讨论谁来演才不会毁了这座经典之作 因为这部剧也算是台湾偶像剧的爆款了 当时在台湾一开播就获得了收视第一的好成绩 林志颖饰演的仲天奇是E-Shine集团二公子加天才赛车手 女主刘和娜饰演的夏之星是一个刚出狱的欺诈犯 加天才珠宝设计小能手 当然这部剧的女主刘和娜也收获了很高人气 她脸热嘟嘟的机灵古怪特别可爱 当时有一个说法是刘和娜在台湾的人气堪比宋慧桥 回到韩国之后刘和娜出演松药店的儿子们 饰演吴文志还凭借这部剧获得了第十七届 韩国文化演艺大赏新秀奖 眼看着刘和娜事业不断上升 但她突然在2011年宣布和认识才三个月的棒球选手李荣奎结婚 当时婚礼邀请了500多名亲友参加 可以说是闪婚了 可是结婚就结婚吧 刘和娜还吸引了 慢慢的淡出娱乐圈 但是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 你在网上搜刘和娜就会出来被死亡的新闻 而且人家明明过得好好的家庭美满 在2013年的时候还生了一个男宝宝 她也经常在硬死更新自己的动态 看她的自拍 如果不说她是刘和娜也真心认不出来 也有人质疑她是不是整容了 脸有点僵 但人家刘和娜现在过得很幸福啊 有宠自己的老公和可爱活泼的儿子 多让人羡慕